煮料,玉米粒,250克,辅量,老干妈,油脂辣椒,盐,准备好材料,锅中加水烧至沸腾,加入玉米粒,煮两分钟后捞起绿干水分,锅中倒入少许油加入老干妈,大概三小堂吃的料煸炒一下,把绿干水分的玉米粒倒入锅中,然后加入盐翻炒,翻炒后出锅中盘,烹饪技巧,老干妈下锅翻炒,以下边可不宜过久, 不然就交了这次我炒的就有一点点油了,油也不要倒太多老干妈里是油油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